中央行政機關 要不要後面加一個 與交接期間或者怎麼樣 可是好像前面對交接期間沒有一個定義性的規定 我在這一點大家再思考一下 另外一個 第二項的後面就是說 編會的決議可能有很多種 那是不是就寫說 中央行政機關應立即依其決議辦理 這也是一個想法 因為立法院院會決議可能很多樣 不見得是立即暫停執行 該有爭議的重大政策或預算 那是不是可以寫成 落進立法院院會決議者 中央行政機關應 應即依其決議辦理這樣子 這個大概是對我們的版本的一個在 前面一個是思考一下 另外一個在修正 好我請問剛才這個過緣提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 曾經提出過建議要去定交接期 什麼時候為止 這個是不是 郭長您的意見呢 因為我們在第二條的總統副總統當選人的定義裡面 就已經把它講清楚 是我們的試用期間是在 中央選舉委員會依法公告當選之日起 是因為都有出現總統當選人 如果去連結前面的第二條的定義 試用期間 我想在解讀上應該不會有剛剛那個疑慮 那第二項剛剛 顧委員因為已經自己提修正意見 那我們這邊的修正建議是 在第二項的淡書 法定效益 因為立法院的決議的法定效益 它未必會有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跟交接期間 它本來在立法院的決議的法定效益 可能往往只是作為行政機關的一個參考吧 對 因為上次行政院的代表 對於這個淡書有很大的意見 在會選會協商的時候 他們認為這個決議的效力 可能會有很多的樣態 那這個是一個大家提出來 看看要不要再調整的空間 都可以再討論 以上謝謝 來 行政院要不要說明 來 劉主委要說明嗎 來 謝謝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那個 關於那個起點 就是我建議還是用那個 中選委公告當選舉開始 因為選舉有的時候非常接近 那選完不一定會馬上公告 那我從中選會公告開始才算 我想這一點就是建議各位還是考慮一下 謝謝 我們在第二條的這個 當選之日期 到宣示就職日為止 我們這個條文如果前面不明定的話 它所指的總統當 取得總統當選的身份 其實就是從公告之日起 好 那就不會有您 這個疑慮的那個問題嘛 好不好 那宋副秘書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行政院到底是在擔心什麼呢 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的確成如剛剛法治局所提出來的這個建議 因為立法院院會有決議的話 它未必是立即暫停執行 它可能有各種可能 所以剛才法治局是說 這個落金立法院院會決議者 則依其這個等等等等執行 可能是比較有彈性的 這是一個考慮 另外一個考慮 就是我們在幕僚討論的時候 那對於這個重大爭議 誰來認定 這個還是有一些疑慮 因為這個重大爭議 之所以會有爭議 然後另外又定位成重大 提確語意上 到底是怎麼樣來這個 這個可能還有一些考量 跟你建議喔 是 就是其實這個 您考慮一下 這個修正條文 他把這個總統當選人要提出意見 是送到交接小組 讓交接小組去做商量 那即便沒有這個條文 他大概也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這個自己在修正過之後 就是立法院的院會 所做的決議 他會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有一種狀況可能是 總統當選人有執行 這也有可能 也就是你其實是把這個 總統 現任總統跟總統當選的 爭議的解決機制放在立法院 您瞭解我的意思嗎 這未嘗不是一個 如果真的有重大的衝突 一個解決的方法 也就是經過立法院的決議 就是現任的總統 或者中央政府 他必須要執行 繼續執行 或者必須要停下來 這兩個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有一個 爭議解決的一個機制嘛 如果大家覺得很麻煩的話 如果大家覺得說不嫌麻煩 如果大家不嫌麻煩說 那我非得要來立法院做個決議 那就在立法院做個決議嘛 你要不要考慮看看 您瞭解我的意思嗎 瞭解瞭解 那現在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假如說按照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立法院本來也就可以做這樣相關的決議 那需不需要在這裡還要再另外的文字 再加上來說明 那我們通常也都知道 立法院所做的決議 對行政機關來講 如果一定要都要遵行的話 這個是你們要再做承諾嗎 你們要對未來立法院 在所有立法院院會所做的決議 你們都要遵守嗎 這個其實又回到司法官四字的這個 沒有錯沒有錯 那如果在這個條文裡面如果明定 就是你就是在這個交接期間 在對立法院對於這個重大爭議 所謂的重大爭議是這樣 不會是立法院自己發動的 是總統或者總統當選人發動的嘛 他其實是有他的前提嘛 我今天不會因為在交接期間 立法院院會任何一個決議 你現在的政府就必須要遵守 這個語意上不會有這個問題吧 那還是假如回到第一層 他對是對於第二項的淡書嘛 是 了解 那現在就假如說回到第一層的諮詢呢 因為諮詢的話 接下來有可能各種可能的處理 會不會比較說不會一定要 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您要不要說明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說假設這一條的條文 就是應先諮詢總統當選人之意見 到這裡據點 那因為剩下也有 剛剛講的 也有司法院的大法官的解釋 也有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那也有這個相關的機制可以處理 但你諮詢之後 到據點到這 那以下的就比較有彈性的處理的空間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這個 一定要按照這第二項一段一段的來處理 反而會這個 爭議會更多 來 是不是 因為大家討論那麼久 反覆的思考 這個是我們這個同仁幕僚討論上的一條項 你們的顧慮到底是什麼 我聽不懂 就是我們假設這個第二項 照我剛才那樣的這個講的這個條文 就是如果總統跟總統當選人 就某一個重大爭議事項 這個重大爭議事項 當然是總統當選人提出來 他說跟總統說 你這個不要做了 然後總統說我堅持要做 然後總統當選人呢 就可能透過某什麼樣的管道 可能他在立法院的黨團 就提出來說那不然這個 是不是請立法院院會來做一個 對於總統跟總統當選人 就這個重大政策來做一個決議 那或者總統 現任總統覺得壓力很大 可是他又覺得 這個政策是應該推動的 所以他就 這個請行政院 或者送一個這個案子來到立法院 或者請立法院的 跟他這個友好的黨團 來提一個決議 說要求要繼續執行 他 他 最有可能就這樣的狀況 來我們請林委員 好 這個 我想 主要還是在於說 會不會有 限縮總統 限縮現任總統的權力的問題 會不會違憲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訂了一個法律 然後即使說有爭議的時候 再回到立法院 就像主席剛剛講的 有爭議了 那就回到立法院 按照立法院的 再做一次決議 但是還是 不能回避那個 包括 像那個 市縣那個問題 還有 限縮總統的權力 造成違憲的這個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回避那個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這樣子 把第二項刪掉 刪掉 刪掉那變成 請顧的 等一下再 針對刪掉第二項你的看法怎麼樣 因為這是你提的 如果把你第二項刪掉 那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們去想一個辦法 就是說 其實法律裡面 憲法的規定 總統能做什麼 這個都規定的很清楚 那只要是要 會限制到他不能做那些事情 就可能碰到違憲的問題 這個時候 是某種空窗期 這個大家都 都看守期 大家都接受 所以當有爭議的時候 我是覺得 我們是要訂定出一個 就是說 能夠沒有辦法 完全用法律來限制他 但是呢 要有一個機制是 在這個看守期的時候 當發生爭議的時候 是要 可以讓民眾都看到 然後用這個民意 讓 節制這個現任總統 就是你有一個機制 是要把它攤開來 有一個機制讓民意都看到說 這個看守期 大家都要節制 就是說你現任總統 你要節制你自己的權利 這個法案通過最大的意義在這裡 而不是真的用法律來限制他 能行使的權利 而是讓他 就是說法治化這個 所謂的看守期 然後在看守期的時候 你現任總統如果還要繼續做 有爭議的重大的政治 政治的解決 就是說攤開來 我們的機制讓他攤開來以後 讓大家都看到他 在看守期 我們已經這個精神要確立的 這個看守期你要節制自己的重大權利 但是你還要質疑要做 這個時候他就會面臨到 如果我們這個機制是可以讓他 法治化的 讓他被看到的 然後這樣子 我想才能夠達到所謂的 節制的作用 而不是真的要定出來 然後限制他權利 那會突生困擾 到時候那個他提出來說 這是我的權利 這個違背憲法 我要釋憲 那怎麼辦 所以你定了法 如果造成更多的困擾 沒有解決問題 那就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這個交接條例 主要就是因為 進入了一個 所謂在總統當選之後的一個 看守期間 避免產生一種憲政的空窗期 所以才需要定這樣子的一個法律 那為了解決這樣的一個憲政 可能的一個空窗的一個期間 相關的爭議要怎麼去處理 才會有 第九條這樣子的一個 大家很認真的在討論的這樣一個條文 那第一項 如果按照我們這邊所提的這個條文的意思 就是說 對於何謂重大政策 這個是由總統及行政機關 特別是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來認定 那這個是符合我們現在運作的一個 已經現實 那所以他認為有重大的政策 他先諮詢總統當選的意見 那這個上次就是寫到這裡 就截止了 所以就沒有再往下寫了 這也符合國民黨黨團 由林維州議員所提出的這個意見 那接下來第二項擬據的這一個條文 意思就是說 總統當選人 其中這個對 我是認為說要嘛就改成就 又嘛就改成任 那麼如果說是 跟上面那一條是 上面那一項這個同樣的一個 一個文字 那當然是總統當選人 認為是有重大政議性的政策 或者是預算 那麼由他來認定以後 他擬據書面一件 他是送交交接小組 由交接小組來協商嘛 那有可能就有協商的一個結果 雙方也就沒有什麼 運作上的問題了 那但是如果說是有 有協商 不成 或者是說 也有可能發生立法院 有不同的意見 立法院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上面 在這個發生這樣的一個 爭議的時候 那麼由這個立法院的院會 來進行決議 那大家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立法院院會的決議 來決定說 雙方行政機關要如何來辦理 那在這個地方很明顯 也特意的迴避了總統 也特意迴避了總統 所以也沒有限縮總統的 職權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認為這已經是一個 相當妥協 而且是符合大家的一個 意識的一種修正 所以我覺得這個 行政院事實上 現在也都是按照這樣在做 只是我們這樣這個已經 逐漸形成一種憲政管理 把它法制化 然後把它擬定成這樣的一個條文 我覺得應該大家 可以思考看看是不是能夠接受 過言的意見是因為其實 各個版本 折衷到後來 大家集中聚焦在處理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也包括行政部門 跟我們法治局的參與討論 那當然 看民進黨黨團 跟幾位委員連署的提案 比較起來 這個提案的強度 其實已經弱很多了 那當然 跟其實我看起來 是比較接近國民黨黨團的 這個修正的版本 所以我們國民黨黨團 跟這個行政院 跟總統府要在堅持嗎 我是覺得好不容易協調到一個 大概接近大家可以接受的 這個 這個老委員 都說過了 他們就要堅持 他們希望 那個國民黨黨團的版本 是你們訂的啦 這個他們也說 都是你們訂的 你們要堅持自己的版本嗎 是不是 來 老委員 你要不要協調一下 我是覺得這個版本 精神差不多啦 在裡面只有多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雙方有爭議的話 那其實啊 你要怎麼解決 因為這個 立法院院會通過的 是在只有在這個交接條例 交接的這段期間 而且他 要約束的對象並不是總統 而是中央行政機關 這個我覺得 其實坦白講 要用到 這個 爭端解決機制的可能性很低啦 各位都知道 要去到立法院做一個決議 沒有那麼簡單 院會的決議 我們現在後段 我們現在後段是 一個有可能是 落進立法院院會決議者 前面是據點比較通 因為他不是他的一個 彈書 他是在講說 如果有經過立法院院會 特別是有發生 總統跟立法院如果 黨 多數黨不同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落會比較好一點 落進立法院院會決議者 中央行政機關 應繼一期決議辦理 而不是一定是暫停 因為決議的可能 太陽很多啦 我們現在是寫這樣 而且我們現在只約束 中央行政機關 這個 有討論空間啦 我們在 但是這個 其實時間也就這麼短啦 真的說 當選跟 新舊總統真的有意見不一樣 那就擺著啦 520以後 他去處理就好了 就一樣 還是新總統處理嘛 只是不要在 這一段時間來處理的嘛 真的有 有那樣的案子嗎 能不能舉一兩個 很具體的 就是說 這個案子你看 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嘛 現在實務上的 一個操作嘛 幾乎都全部是 聽新政府的 的意見了嘛 幾乎是這樣子的嘛 這個除了立法院說要降電價 那一部分也是立法院的 大家的決議嘛 所以我是覺得 你這樣子的話 變成說最後 因為這是一個憲政的機關 你現在把他的爭議 把他丟給立法院 也是很奇怪啦 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立法院 憑什麼來仲裁這個事情 因為 真的有爭議就擺著嘛 對不對 那就 就擺著啦 就放他先徵詢 沒有的話就不要做就好了 你要的話就加一個東西嘛 如果 這個 這個 新的 這個 這個 這裡面很大的精神是在這裡啦 很大的精神就是說 五萬年之前應該是舊總統了 現在 我記得我們的 主席啊 偉大的主席 公開說了嘛 公開說了這個大概 大概這個要用在馬鈴九身上 機會不太大啦 我不敢說一定不會啦 那就一定是用在蔡英文身上的嘛 各位想清楚喔 四年後或者八年後的嘛 就是說 第一個會用到的是民進黨 民進黨拼命想要把它弄得嚴格一點 然後未來有可能要用這個來監督 現在總統是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呢 拼命想要把它放寬 這是 政黨和解從這邊我們可以體現啦 令人感動 但是我是覺得我們回到這個 回到講道理啦 你非得一定要解決嗎 如果真的兩個看法有這麼大的旗艦 那就擺著啦 對不對 一定要把它解決嗎 就是這個事情能夠 不是 現在早就空窗了啦 現在早就空窗了 基本上要做得一下 你們一打槍都不敢做了 現在幾乎已經 現在老實說啦 講個不科技來講 這一段時間早就是現政危機了啦 你可以看嘛 執政黨 執政的政府不像政府嘛 因為要推什麼東西你們都不要啊 五年 課堂也不要 這個也不要 那個不要 馬上就喊停啦 事實已經是如此啦 這個現在的這個行政機關啦 已經是 已經是跛腳兩次方三次方了嘛 大家都很清楚嘛 是不是 有沒有必要 因為如果 如果真的有僵局在這個地方 就擺著啦 就擺著 所以回到原來的 那個熊蜜的看法嘛 後面第二段 第二項不要了嘛 就第一項就好了嘛 就是徵詢拉 他 他如果真的有意見 你們立法院就開始放炮啦 放炮一放炮的話 他也不敢做啦 對不對 這個都是 實務是如此嘛 實務 倒過來講 四年後八年後 如果蔡英文也是噴到這個樣子 蔡英文的民調剩下10% 那時候國民黨氣勢很旺 六七十七 一樣嘛 不容易我們照樣立法院放炮 就解決了嘛 這個東西 這個 剛剛賴委員講的是一種狀況啦 其實事實上還是要假設有另一種狀況 就是說 好 如果是在蔡英文的 蔡英文的狀況 在八年後 會不會產生出 總統要交接 但是立法院 在立法院過半的情況有變化 所以這樣的話 立法院的院會決議就會產生它的效果了 就是說立法院院會決議說 現在行政機關應該暫停 因為跟前後總統的意見不一致 但是立法院可以決議 說還是得繼續執行這一項 這一項 所以我覺得這個條文有它的價值在 就是說 最終爭端解決 透過立法院的一個開會 然後來討論 然後來決定要不要繼續實施 所以我想蔡委員可以再思考看看 我要強調的是這樣子 立法院是無所不包 無所不做 無所不幹的 對不對 就是 沒有這條一樣照做 你看到 馬上 你看五年課綱就好了 馬上一決議 他就不去 馬上就沒有了 這個東西是很清楚的看得到 即便像中加的事情 也是馬上停就停了 即便拉下來寫上最多一隔月 要處理就處理掉了 一樣的意思 我覺得 立法院要處理 不需要寫在這裡 還交給立法院這個東西 立法院本來就可以做這個 可以做那個 所有的決議 現在多少行政部會想做的 立法院說不行 最後就不行了 胡茂就最典型的例子 胡茂就最典型的例子 難道不是嗎 監督條路也是典型的例子 而且還是少數黨來發動 就杯葛就杯葛掉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立法院的權力這麼大的情況 不需要寫在這裡 這反而 把立法院限縮掉了 這個 這個 立法院偉大地方 給各位應該慢慢體會 這個東西 好 謝謝 那 游委員你要發言 就第一項跟第二項的不一樣在於說 第一項的主動權是在現任的總統跟副總統 還有行政機關 那第二項呢其實是給就是說 發動權是在總統當選人 那他對於就是說 因為如果說總統不認為這是重大政策 也不認為這是就是所謂的特別預算 所以他剛才就不會來徵詢 可是當選人他就變成是沒有管道 所以第二項他其實是給這個當選人 他有一個權限 就是說 好我對於這些有意見 那我可以提出來 那提出來的話 就交接小組去協商 那如果協商不成的時候怎麼辦 那剛剛這個我們的這個賴委員提到說 那反正立法院就會決議 那既然就是立法院會去決議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明文寫清楚 因為這裡就會變成說 當我們不去規定的時候 那就會變成是立法有意排除 所以跟現在的慣例我們說 現在因為都沒有規定 所以大家會有基於雙方的善意 所以大家這個立法院大家吵 或是立法委員質詢 所以行政機關就大家就會當然 就不是當然 就他就會停止 從善如流就停止下來 可是這個並不是當然 所以今天我們在定法的時候 幫我們把這個部分把它省掉的話 那在這個立法學上就會變成是立法機關有意省略 所以他就不見得會是這樣做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跟我們現在在做的沒有什麼差別的話 其實應該要把它寫清楚 那如果剛剛這個賴委員講說 不要送到立法院來了 那反正是行政機關他自己就會停止 就等到新的政府 那是不是也可以另外一個方式是說 那就把若敬立法院決議者這幾個字 停止開始有爭議的這個事項 那就直接停止 就像您剛剛所講的 只要有爭議就停止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要嘛 就是把它由立法院來決 因為本來現在在處理也就是說 我們立法院有意見 行政機關會從善如流 那我們如果不把它規定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如果這個只有前面這個 現任總統有這個權限 那這個上選人他沒有權限 會有這個排除的效果 我再講一遍好不好 來 我想我們之所以大家在這裡爭執一個 很重要的核心 大家剛才沒有提到 我們上次提過 這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第九條的 就是有違憲條款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堅持不放的意思 就在這裡 因為一放進去的話 就變成說 不要忘了嘛 這個顧大律師你是專家中的專家 是不是 總統就只有一個嘛 總統只有一個 他就認為是違憲啊 因為 這是憲政機關耶 總統當選人 他是總統當選人 比如這樣講好了 你看總統當選人 到現在為止他的家屬 也不需要報他的財產問題 都不用說規範 目前法律都沒有規範 但是他一旦變總統就規範了 要請等三千人都規範 都去報啦 請教一下 就是說這個條文如果是說 讓我把這話講完 讓我把這話講完 所以現在變成是總統當選 你可以看嘛 這裡的條文寫什麼寫 總統嘎嘎嘎 在就任期間 總統當選人 對有重大爭議性的政策 就是發動權在他身上了 這裡面來講的話 這就是違憲條款了嘛 這個總統當選人 沒有交接是交接事務性的 那我們都已經定到前面 我們都願意這樣 大家朝委都已經說說說 事實上他人命也不能夠弄 他也不能弄這個 不能弄那個 我覺得這一部分 等於是 這一個條文要凸顯 總統當選人 已經有權利了 我覺得 這個跟交接條例的 我覺得這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是不一樣的地方 就不然你把它放進來 放到這裡的話 對不對 我說過 根本不要這個條文 立方要做什麼 絕對做了 就停了嘛 馬上就停了 你何必做這個東西呢 對不對 不需要這樣 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勉勉強強 還是這些統統不要 這就是 就是 就是 在前面那裡說 我總統 也不需要 什麼東西我要徵詢 副總統當選意見 然後 立法院如果覺得 什麼什麼有真理的 他去決議 這個說了等於沒有說 因為我們隨時在做這個事情 anytime都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 所以我是認為這個 這個第二項不能加啦 你的邏輯我不是很了解 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定 但是我們可以做 我們 立法院一下如此不是嗎 不是不是不是 你講的不是 講的不是立法院 我們在做的每一位立委長官 記者長官們 大家看看 都是如此啊 你在講的時候 我讓你講 你讓我把它講完 你的邏輯是這樣啦 就是 總統 可以去 諮詢總統當選人 那 總統當選人 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 應該可以嘛 那總統當選人 可不可以說 我這個意見 透過交接小組來表達 可不可以 你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做但是不可以寫啦 如果這樣做就是違憲 這樣做 這樣寫為什麼會違憲 這個邏輯我還是不懂耶 因為 總統當選人說 我的書面意見交給交接小組 然後你們去商量看看 那 最後決定是誰決定呢 當然還是總統決定嘛 如果這樣也違憲的話 那我們就 根本就不用交接啦 這個你們自己定的這個條文 修正動議裡面 說也是要求這個總統 可以要去諮詢 總統當選人的意見啦 包括簽署什麼兩岸 這個什麼什麼 人民關係條例鎖定協議啊 什麼重大政策啊 總統要去諮詢當選人的意見嘛 那當選人當然可以表示不同的意見嘛 那他一旦表示不同意見 這樣就侵害了總統的職權喔 那這個 那就不要諮詢啦 因為 我跟你講 那是叫做不叫諮詢應該叫告知啦 對不對 那就不叫諮詢啦 那可是那你們自己的修正條文是這樣定的啊 那你們為什麼定一個違憲的條文啊 那我這樣講齁 不一樣啦齁 你注意看那個條文裡面 第一像是 總統當選人對重大爭議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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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動權在總統當選人 但是我們立法院是法定機關 立法院是憲政機關喔 原來憲政機關喔 所以立法院本來 他就有這個職權 就是說大家都選上了 我們都已經選上了 那 但是都已經上任了 但是 我第一像沒有一切了 第一像要過的啊 對不對 我當然是支持第一像的啊 我是跟你講第二像 因為大家現在你們要爭第二像 我覺得爭第二像不妥 因為立法院本來已經就任的 宣誓就任的 但是 總統當選人 還沒有宣誓上任 他還不是總統 他不應該有這麼大的一個權力 但是立法院已經上任了 當然有權力啊 不一樣啊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他有意見 他就透過立法院發動就好了啊 對不對 我想 我們定這個條例 要成立交接小組 那交接小組一定在就這一個 政策預算啊 等等 或者相關的事宜再進行交接嘛 那這個時候怎麼可能會禁止 怎麼可能就會禁止 總統當選人 就相關的交接裡面所涉及到的政策預算 或其他相關的重要事項 會表示意見呢 怎麼可能會有說 總統當選人在交接期間 表示任何的意見會有違憲的問題 那何況一般的人民都可以跟總統表示意見 那更不要說在進入到交接期間 要成立交接小組 那總統當選人透過交接小組 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供總統或者中央行政機關做個參考 這樣怎麼會有違憲呢 那不然交接的時間是要做什麼事 就是說 總統當選人或者總統當選人指定的交接小組的成員 都不能夠對這些相關的事項表示任何的意見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到底是在做什麼 那個 主席我來表達一下好不好 其實喔 剛剛那個賴委員他所提的 我倒認為是很有道理 因為當然520以後 新當選的總統當選人 他才行使他的資權 那520以前當然 他可能有一些看法意見啦 那看法意見你說 他要去這個要求 那當然透過小組去協商 那我是認為其實 只要在協商裡面 這個應該不必把它訴諸文字啦 其實因為一般正常你要是說 他的政黨裡面 在立法院裡面還有很多委員嘛 你像這一段時間確實有很多 本來要退的政策 那因為這個可能 新當選的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意見 那這些政策幾乎都是停了 所以讓他單純化 也不一定要把它訴諸說在書面上 那這個 該做的我們一定要把它做好 那其實到現在為止 這個幾乎也沒有說哪些自自節節的問題 但是我們定定 就是我想立法院 的款不太大 你說很多事情都是要推到立法院 來做一些仲裁決議 讓這個 這些交接的人員 一定要聽命好向立法院來主導 那個也不對啦 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在第二段 應該要好好的來研究一下 要是說真的僵持不下 你不能夠做的 以我個人的看法 不然就 到時候我們就朝野協商 另外再做處理 來 憂元 其實你們在擔心的是說 總統的當選人權力太大 如果說 依照民進黨原來的版本 就是說總統當選人 他如果對這些有爭議 他認為有爭議的事件提出來之後 然後就必須要馬上停止 而且是依照他所認定的 他只要提出來就視為成立 那這個的確是由你們所擔心的 是不是有違憲的質疑 但是現在所修改的這個文字呢 已經只是說 讓總統當選人 他能夠表達意見的機會 那他表達意見呢 他也只是向這個所謂的交接小組提出來 因為沒有說今天在交接條例 今天總統跟總統當選人 他們正在交接的時候 總統當選人能表達意見的機會都沒有 他只要表達意見就算違憲 我覺得沒有這樣的解釋的道理 所以呢事實上改成這個只是說 總統當選人他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那他表達了意見怎麼樣表達 他是去向交接小組提出來 那由交接小組他們自己去協商 那如果協商不成的時候怎麼辦 那就是由立法院這邊來決定 所以就像陳儒剛剛賴委員所講的 我們立法院我們一決議的話 新政機關通常就會照辦啊 所以事實上我們只是把這些 把它行之於文字而已 並沒有超越現在在做的這些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不要 大家說如果不要這個所謂的立法院決議 就跟現在一樣 只要這個有爭議的話 那就是先不要做 等到520再做 那我們就直接說 那中央行政機關呢 就是說先 就立即先 這個暫停 就暫停先執行這些的職務 這也是一個方式啊 所以事實上並沒有大家所擔心的 所謂的違憲侵害到現任總統的權利 如果說依照民進黨剛開始提出的那個版本 有那樣的一個疑慮 但是現在所修改的這個部分 那個施行細則嘛 這個等主管機關決定之後才有辦法處理 好 我們回到 呃 第一條 從第一條開始看喔 第一條 立法目的喔 我看呃 林委員的修正動議大概就差不多 跟民進黨黨團的提案差不多了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 那個保留啦 保留啦 不啦 不要再保留啦 你們的修正已經都一樣了 還要保留什麼 這個沒有道理嘛 什麼啦 你講錯 你搞錯了啦 你搞錯了 我們的名稱已經通過了 我們處理的不是名稱啦 是第一條 立法目的啦 好 第一條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現在第三 處理第三條 總統府要再表達一下 你們是當事人了 你們還是希望把主管機關決方案 總統府的理由是什麼 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我們過來表達是尊重 尊重立法院的建議 尊重立法院的建議 好 謝謝 好 那 呃 如果照民進黨黨團的意見 放在中選會 我說明一下 這個中選會的角色 不是去 主管機關不是去主持交接啊 主管機關只是提醒兩兆 你們要照這個時程跟這個法律來 進行這個交接的動作 無論其實 無論是哪一個機關 都沒有那個高度去主持交接 這一定是雙方組成交接小組自己去進行啊 只是如果遇到爭議的時候 需要主管機關出來解釋法律 這個法條 主管機關要出來解釋法條 另外如果牽涉到有編列預算的話 編在主管機關 來 林委員 請中選會表達一下意見 他們要被指定 講過了啦 當事人要迴避啦 我坦白說喔 其實真的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機關 你如果照剛才賴委員的講法 我們例外其實 另外一個其實更不適合 那司法院當然更不適合 所以剩下你一個獨立機關啦 好不好 不好啦 當然不好啦 他那個單位這麼小 對對對 我就這一點 我非常支持賴委員 我們真的很小啊 我想那個就是 請問你一年預算多少 你一年預算多少 不要算你們政黨補助費啦 因為我們那個一年 政黨補助費不算 看起來有十億啦 政黨補助費在一月的時候 全部領光光六億啦 我們剩下四億 地方選委會用掉三億 我告訴你中選委自己一年只用一億不到 那你們多少人吧 中選委 我們有大概六十個人 我忘記 對啊 太小啦 事情不多吧 交接條例能夠花得了你多少錢 然後 不是花錢的問題 不是花錢的問題 而是說真的有爭議的時候 我想那個 錢今年用不到啦 你們錢今年是用不到 對不對 因為不會用嘛 我知道不是錢的問題 爭議不是由你們決定啊 我們剛剛講的 爭議是由交接小組來決定 不是由你們決定啊 我覺得這個在性質上 本來就是總統府可以負責的 我是覺得這種爭議本身 總統府雖然 沒有錯啊 國安會總統府都在交接嘛 對 所以你這個交接條例 你規範的其實是包括他們 沒有規範到你們 你中選會沒交接嘛 沒錯吧 是啊沒錯 對啊 所以大家都在交接 我們找一個沒有在交接的機關 這有什麼不對啦 不是不對啊 是說不適當啦 這找司法院啦 找司法院啦 司法院不行啊 司法機關去做這個事情 這個太離譜啦 司法院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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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坦白跟各位報告啊 誰要來接這個都是苦差事啦 中選會不肯啦 這個也理所當然啦 但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的適當的機關 好不好 劉主委我們好朋友你就勉為其難啦 好啦第三條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啦 接下來第五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五條我們有 擬了一個修正動議嘛 第五條我們當時擬了一個修正動議 對第五條我們擬了一個修正動議 那現在好像當時 對於第一項是沒有意見的 就是說 替總統 副總統當選的辦公室 辦理就職前是準備四項 那主要好像當時在升職的是第二項 就是說 前向總統副總統當選的辦公室 是辦公事務費用 由主管局官編列預算致印 辦公事務費用是編列表示 由主管局官 那個時候的爭議是因為主管局官沒有定啦 對 所以現在已經定了 那麼 這個 第五條的修正動議 如果照顧立雄委員 等五位的提案通過 請問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啦 都沒有意見啦 好啦我們第五條 照顧立雄委員等五位的修正動議通過 第六條 好 實在立雄黨團提案的第六條請各位看第24頁 這個監督 這個監督設立監督委員會 我坦白說 一方面實在立雄黨團的代表不在現場 另外一方面這個跟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這個 處理的機制的條件差的有比較多 是不是大家同意我們這個 實在立雄黨團的第六條的部分我們就不予處理了 好不好 好 我們接下來進入到 第六 第六條已經修正通過了 回到第九條了 第九條我再問一次 依顧立雄委員等的這個 處理的修正動議再加以修正之後 我再把這個條文念一次 你大家聽一下 特別預算締結條約或簽署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鎖定協議前 應先諮詢總統當選之意見 總統當選人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 總統當選人認還是就 就有重大爭議 就有政大爭議性政策預算得擬據書面意見 送第四條鎖定交接小組 並由交接小組協商之 若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者 一期 中央行政機關應及一期決議辦理 請問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不要有意見 這個有意見我們等一下再來協商 第九條先這樣 第九條等一下協商 有意見我們就等一下協商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現在主管局官已經定了 但是林維州委員等的提案認為說不需要定施行細則 請問各位同仁的意見 林維州委員等的提案請各位看這個修正動議的 第二十八頁 來啦中選會現在是主管機關請問一下你們的意見 報告主席我要凸顯我們不懂這個問題 我連要不要定都不曉得 但是我是覺得說如果可以 就是比較簡單 問題喔如果我們定了這個條文 如果主管機關不覺得 依照行政院法規有一個中央行政 中央法制作業的要求 訂了這個事情系則之後 他應該要在通過之後六個月內吧 他要訂這個法規命令出來 那因為我們剛剛通過的那個 第五條顧委員的修正動議裡面 其實他針對辦公事務費用的編列標準 也有請主管局官定制啦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 我想實行系則有需要來 好所以 林委員是不是我們讓他還是定實行系則啦 因為你現在要給他 他要編預算 然後他要訂經費的標準 他需要一個這個行政規則 他們就等於東銘也有同意 他說如果有在訂的話 我們就要訂 喔好 好謝謝 好 所以現在我們訂的話 喔好 好對不起喔 我沒有認真看這個說明喔 好因為第五條 這個這個 林委員的提案說 第五條如果 有總統 各位請看說明喔 第28頁說明喔 如果有訂的話 就必須要訂事情 好 那所以林委員你沒有意見啦 好不好 好我們這個 這個 來請說 剛剛通過的那個第五條 那個最後就是講說 有主管機關定資啊 那定資就定一個辦法就可以 這是一個法律授權嘛 嗯 好像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 國主長這個 劉主委的意思是說 你第五條已經授權主管機關定了 這邊是不是就不要再定 他可能去根據這個去定一個這個 標準 對 第五條本身有授權的意思 他也可以單獨定一個所謂的標準 但是因為你在其他條文 像第九條 行政部門一直很擔心那個重大爭議政策怎麼 怎麼定清楚 也許他們在事情細則也可以把這個地方講清楚 不過這方尊重主管機關啊 主管機關如果不想定 這個其實因為 所謂的適應細則這個概括性的授權法規命令 基本上是這樣啦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標準定在適應細則裡面 可不可以 這個收費的標準 所以你們不要 你們還是覺得沒有必要定這個適應細則嗎 我想我們可以做的成 可能就經費那個部分去定而已啦 按照先有的這個法定的這個標準來定 但是那個剛剛 法治局講這個 就是重大正義那個標準 我想那個我們定不出來啦 主席 好 這個我們當時會 會提出這個修正東西 主要的原因 認為 因為我們不是有開過公聽會嗎 幾乎所有的學者 幾乎啦 都認為 這個交接條例 應該要定一個minimum 就是說 它不是來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 對於尷尬期 看守期 到底權力該屬於A還是屬於B 是沒定論的 所以 針對這個要來做一個簡單的規範 而不是要來做一個詳細的規範 因為那是不可能 詳細的規範 就會馬上碰到 你要限縮 卸任總統的權力 碰到違憲 你要不限收他 又怕他 會不會反覆 看守不看守 還要做重大的未來性的決策 所以你看 我們才會提出來說 我們本來就是要一個 類似憲政慣例的規範 而不是要來定一個細則 來規範A B C D 我打個岔了 我現在請問一下各位同仁 對於這個 照林委員的這個修正動議通過 就是把原來第十一條 本來通過的第十二條 變成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期施行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其實我同意啦 我認為適應細則由獨管機關定 也容易這一個 將這個高度具有政治性的一個法案 適應細則定到不曉得什麼樣子 也有它的困難 一方面也不能夠愉悅法律的授權的範圍 一方面因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適應細則容易被引起挑戰 我看就用 透過這樣的一個立法 然後再透過憲政管理來處理 好 那我們第十一條就刪除 以後的條事就依序調整 以後的條事就依序調整 好 那跟大家報告 我們現在第九條 另外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的 第九條跟第十三條 請大家看一下三十七頁 這個部分我看我們就不予處理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剩下第九條 我們先來休息協商 沒有了嗎 其他的 請政院要不要一直講一講 總統主理性還好 不知道 我知道 我們現在都也很理性來看待問題 不會 我知道 就是就是說 一雄 顧大利是後面 你 如果我接地跑 原來又不會決議者 中央情況之外 因基地起決議辦理 怎麼會有權 沒有沒有 來